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Lan 频道 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领白驱荣的戏剧人生 白驱荣生于1892年,却于1974年 白驱荣原名叫做陈永,号笑波,是广东顺德的龙潭村人 他是著名粤剧小生,亦是四大天王之一 而且他还是著名花旦白雪仙的父亲 白驱荣的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粤剧演员 白驱荣和金山丙、靓荣、千里驱、靓翅伯等人 都同是将戏台演唱语言由原本的官话 改为粤语的先驱 在1920年代初期,当时已有小生王之称白驱荣 发展出一个四门头二王,八字二王等 康口和板式,令唱康更富特色 对于涉角仙、马斯增的演唱方式 都颇为有很大的影响 他更加以真桑,代替假桑演唱 他的音色优美清润 而且还自创白派演唱方式 说到白驱荣的演出经历 白驱荣是1911年,即当时他十九岁 加入了志士班,在《天演台》 即是《战士班》的班名叫做《天演台》 来到学戏,19岁便开始学戏 拜了南花旦、郑君可和吴有山做师傅 第二年,他加入吴有山所组成的文秀联班 担任第二小生的角色 并且跟随着扎脚文继续学试 而且和他合演《士林济撻》和《归留学港》两出戏 不久,他就提升为正印小生 并且开始改用白驱荣做他的艺名 后来白驱荣曾经先后加入过 《洛汉天洛》、《华天洛》、《周丰莲》、 《仁寿莲》等等这些戏班 后来成为了省港名班郭丰莲的台柱 他当时和小生聪和千里驱齐名 在1946年,五十四岁的白驱荣 很不幸幻想了《士神经萎缩》这个眼疾 至使他双目失明 于是他就被迫离开表演的舞台 在1948年的冬天开始 白驱荣就靠唱曲来到导日 即是没办法上舞台表演了 在1954年 白驱荣就担任了 《港洲粤剧工作团》的团长 期间他就克服了他双目失明的障碍 黑虎锻炼 锻炼到他就靠听那些挪鼓声 来到量度舞台的部位 就是依靠着他那个听角和同台演员的紧密配合 终于他就可以重登舞台 继续演出达到十年那么久 虽然他双目失明 但仍然索造了不少许许如生的艺术形象 令到人叹为官子赞赏不宜 在1955年 白驱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粤剧界第一个艺人的党员 在1956年 白驱荣就去到北京演出 并且还获得周恩来总理接见 戏剧家田汉就称赞他 是中国文艺界的保尔扼金 在1958年之后 白驱荣就担任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指导 并且兼任广东粤剧学校的校长 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白驱荣有什么代表作呢 白驱荣的代表作呢 就是有风流天子 再生缘 入京花 宜堂放子 龟山喜和 璇女世 金生涂合 客途秋恨 岳阳 洛露 沱霞 沱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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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国尋香等等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优优优独播剧场——白俱荣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ang频道 下一回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明灵的故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继续收看 拜拜